我會想成為水文藝術家,尤其是畫工筆畫 是因為這種藝術語言和我的個性和喜好相當接近 它是一種有關於人的內在精神世界的藝術類型 尤其是當中的一些文人內涵和革密自知的精神 會令我想為這種傳統藝術不斷進入新的活力 令它可以在當代世界入面,在藝術史上不斷地發展下去 對我來說,知識主義是一種自然人潛意識的創作概念 是創作者對於世界的觀察,再加上內心感受 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循著意識地流動去創作的 而我的作品很多時都會用一些意象作為符號 將我自己內在的情緒和一些想法轉化為示範的畫面 有時都未必需要在刻意去設立一個圖像 反而是會捕捉腦內顯現的一些畫面 然後就以水文、工筆的語言來描述出來 今次的展覽,我選擇了回應基利歐的作品 他是一位意大利的藝術家 但他的作品和一些想法是深深地影響著法國的挑戰於藝術家 基利歐曾經說過一些永恆的藝術作品 是需要擺脫人類的邏輯和常識的限制 這些作品是會很接近霧警 或者是一些童年視覺 而我是很認同他的想法 所以就選擇了回應基利的作品 香港是一個混雜著中西文化 又有自己導致歷史的城市 我一直都在這裏成長和創作 有時會很想找到一個狂磁的滿足點 但就正正因為這種文化混雜的情況 會偶然帶來一些焦慮和不安 而基利歐的作品有面 他經常都會遇到一些直接的廣場 一些混雜時日常生活事物 但又帶有古典配話感覺的作品 而這些作品帶來的感覺 我覺得是很對應到我在創作上 經常都會出現的一些情緒和感受 所以在今次展覽的作品裏面 基利歐的創作就啟發了我 去用平革的方式 將我們香港的一個地標建築 尖沙咀文化中心 和一些中國傳統古古裏面的圖像 一些現代產物 和一些高筆少廉 去至於同一個場景一面 好像古今對漢和中西對照一樣 而我的作品和基利歐的作品 我覺得就是在這種文化混雜的焦慮裏面 但其實我都會有落敦的一面 我都會覺得在這個文化歷史之下 其實是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的趣味 所以我的作品一直以來 很多時候是用暖色釣 和會免費一些有趣味的銅桃醬 又或者是想表現一種 令人心微笑的意象出來